今夜最新的消息 在新北、桃园还有新竹都传出了停电事故 首先先来关心在新北的部分 是在板桥区 从大关路到龙兴街这一带 住户都无电可用 甚至超商也都黑漆漆 也没有办法正常营业跟开发票 甚至连冰箱里面有些食物也都因此而坏掉 而至于在桃园的大园以及中立区 也传出有1600多户停电的事故 而在新竹香山也传出了停电的消息 这三地台电都在积极抢修 公寓黑漆漆一片只能用手电筒罩 才能看清楚前方的路 12号外间下起大雨 新北板桥区更出现大规模停电 行进的车辆开着远灯速度得放慢 晚间7点45分从板桥大关路到龙兴街 以及桥中一街等 总共2860住户无电可用 连超商也都无法任常业 电源摸黑帮忙结账 吴宇景大停电让不少板桥居民吓坏 更有人听到电箱爆炸声 对此台电紧急查修 发现是溃线断路器跳脱 大约三个小时后才复电 镜头来到桃园 这个第一次摸黑逛百货工夫 百货商场一片黑 行走都得更小心 贵姐无奈开启手电筒 桃园大江购物中心也出现停电 大江购物中心用内线 负电程序目前已恢复正常 另外在桃园大园区及中立区 也因为溃线跳脱 有1667户停电 在晚间8点20分负电 大约7成住户 剩余505户正积极抢修中 大雨来袭各地出现停电 台电积极抢修 盼能尽快恢复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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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